小羊妈第一次听说维生素B,还是在小羊刚出生不久的时候,那时社区医生来家里家宝,嘱咐我们从两周开始,每天给小羊吃为地骨充剂,那时我才知道,原来这种维生素需要额外补啊,之后,小羊妈查了不少这方面的资料,也就知道维生素B是怎么回事了。 不过,我身边的不少宝妈对维生素B还是一只半解,甚至有不少误解,有的以为为靠晒太阳就能补,所以不怎么愿意给孩子吃补充剂,有的却把它当成了保健品,以为多吃点会有额外的好处。 其实这两个极端的做法,都可能对孩子的生长发育造成伤害,到底维生素B该怎么补,每天要补多少,晒太阳靠谱靠谱,一起来看看小羊妈整理的八个问题吧,QG,维生素B对孩子有什么用? 维生素B能帮助孩子更好的吸收代质,强劲骨骼,维生素B缺乏时,孩子渗入再多的肝,身体也吸收不了,严重的还会引起勾楼病和其他骨骼疾病。 QR,孩子可以从哪些途径获取维生素B,一般可以通过以下三个途径获得。 QR,一,晒太阳,不过这个办法并不安全,直接暴露在组外线下,回对宝宝的皮肤,眼睛的造成伤害,还会增加患皮肤癌的风险,所以孩子外出时,尤其是夏季,一定要做好防晒工作防晒霜,帽子,墨镜等。 QR,二,通过食物补充,除了配方奶粉,其他食物中的维冰含量真的是少得可怜,相对来说,维冰含量比较高的天然食物有生海鱼,干燥,蛋黄等,咖喱宝宝的需求量还是差得很远。 QR,不用维生素B补充剂,安全,有效,但应入义,不用的剂量,稍后会告诉爸爸妈妈,如何计算正确的剂量。 QR,宝宝出生后,多久开始服用维生素B补充剂,一般出生后两周期,可以开始服用维生素B补充剂,起早一点开始服用也没有问题。 QR,宝宝每天应摄入多少维生素B,美国儿科学会建议,一岁以下的婴儿,那天至少摄入400国际单位国际单位的维生素B。 一岁以下,美国际单位,这个剂量包括了日晒,食物,补充剂三种途径获得的维生素B。 Q5,维生素B要补到几岁,对于日晒不多的人来说,维生素B其实可以一直补下去。 特别强调一下,隔着玻璃晒太阳,是补不到维生素B的哦,因为玻璃会阻隔大部分的紫外线,这样人体就无法合成维生素B了。 在欧美等发达国家,很多食物,比如牛奶,橙汁都有新加维生素B,所以不额外不用补充剂也没关系。 但在国内,基本上除了婴儿配方奶粉,很少有维力强化的食物,所以建议一直给孩子补充维生素B。 Q6,如果妈妈有补充维生素B,母乳喂养的宝宝还需要额外补充吗? 很遗憾,不管妈妈是否补充维生素B,母乳中的维力含量都很低,所以母乳喂养的宝宝是一定要服用补充剂的。 倒是奶粉宝宝,如果奶量充足,每天能达到1000毫升左右的话,就不太需要服用维力补充剂了。 Q7,如何计算宝宝从奶粉中补了多少维生素B? 首先给妈妈们普及一下,维生素B有两种不同的剂量单位。 一种是前面提到的国际单位国际单位,另一种是母乳喂克。 这两种单位,可以通过下面这个公式画在,以母乳喂克等于40国际单位国际单位。 如何知道奶粉中添加了多少维生素B呢? 很简单,看奶粉外包装上的营养成分表就行。 据个例子,上面这张图示某品牌奶粉的营养成分表,其中有一栏是维生素B。 根据标示可以知道,每100毫升奶液,含维生素B0.92微克。 换算成,国际单位就是0.92正义40等于368国际单位,加水宝宝每天的奶量是500毫升,相当于占入了36.8乘以5,等于184国际单位国际单位的卫生素B。 这对于岁前每天400个国际单位的要求来说,显然是不够的,可以每天额外给宝宝再补充200个国际单位,或者隔天补充400个国际单位。 具体补多少,还是要向儿科医生咨询一下才行哦,知道了怎么换算和计算,妈妈们就不会再给宝宝不用补充剂的时候,做把维克当成国际单位了。 Q8,提高维生素B的补充量,对宝宝有额外的好处吗? 这个真没有,任何东西都是固有不及的,维生素B也一样,过量服用的话,很可能会导致维生素B中毒,造成血液中钙的击剧,引起高钙血症。 要现出的症状有恶心,呕吐,全身乏力,多鸟等,严重的还会发展成骨痛和肾脏问题。 所以爸爸妈妈们千万不要擅自提高孩子维生素B的补充剂量,在给爸爸服用前,要看清楚产品包装上的单位,到底是维克还是国际单位。 这两者可是差了整整四十倍呢? 最后好了,以上八个问答,有没有解除你心中的疑惑呢? 如果关于补充维生素B,还有其他的问题,欢迎留言告诉我,小羊妈一定会尽力给大家解答的。 喜欢今天的文章,就动动手转发给需要的人吧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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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